全國6,000多人確診喉斗 政府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 聯邦政府週四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而加強對喉斗爆發的響應 目前全美國已經有6,600多人感染喉斗 進入緊急狀態 允許政府騰出資金和其他資源來對抗喉斗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負責人 Savia Bucera 表示 在應對喉斗病毒方面 會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並敦出民眾認真對待喉斗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發表聲明之際 拜登政府因喉斗疫苗的供應受到了批評 紐約和三藩市等主要城市的診所表示 沒有收到足夠劑量的疫苗來滿足需求 而有些不得不停止提供第二劑疫苗 以確保第一劑的供應 法官表示已經提供了超過110萬劑疫苗 並幫助將全國的檢測能力提高到每週8萬次 喉斗可能會導致發燒、發冷、疲勞、身體疼痛 以及很多部位出現優陣樣的腫快 病毒通過長時間的皮膚接觸傳播 包括擁抱以及折蜜 以及共用床上用品、毛巾和衣服 而到目前為止 感染者主要是發生在同性性行為的男性身上 但衛生官員強調 喉斗是可以感染任何一個人 喉斗原本僅在非洲部分地區流行 但今年5月 歐洲和美國開始出現病例 並蔓延至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 目前傳統上沒有見過喉斗的國家 已經報告了近2萬6千個病例 而上星期 世界衛生組織將喉斗定性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這是世衛組織的最高級別警報 但並不意味該疾病特別容易傳播或致命 天后維斯記者編輯報導